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有效的协作起来减少高通成本来达到提高研发效能的目的 所以我们流水线构建了从需求收的开始到整个运营生命周期 把整个研发过程中所需要到的眼效系统全部打通 减少了研发同学跨系统操作的成本 那我们来直观看一下我们落地后的那个流水线 这个流水线就可以做到了每个业务可以定制自己的研发流程 流程当中所需要到的插件我们都已经提升好了 就可以大家可以做到的开身基础 那经过两年多的磨合 差不多经过两年多的磨合和协同 腾讯CI不仅统一了公司内部的CI 服务于腾讯的内部业务 而且也是程序内参与的协同人数最多的开源协同组织 所以在CI开源协同整个过程中 个人认为的有几个方面可以值得分享 第一个我们怎么在顶层设计上面的话来讲 去做好的整个的组织协同 第二呢 基础上是怎么样做到更好的协同 第三呢 社区生态呢 怎么样去有序的开展 那我们来先看一下我们在鞋桶的顶层设计上面 我们的思路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采用了IS PASS跟SARS的思路 我们六个BG呢 合力共建PASS的部分 CI PubLine 也就是前面大家看到的磨续线 这块的开源之后呢 我们让更多的开发同学呢 加入开源协同 所以在海量自身以及的长体的灵活性 大家都一起出力共建 所以这样子的话 只会做得越来越强 当自己贴近到的每个BG里面的话来讲 更个性化的场景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采用了灵活的SARS方式 我们构建出来的SARS 会更贴近每个BG里面的特殊场景 所以也做到了好用跟易用 S的部分来讲 我们提供更强更多的一些构建机 来加强构建的一些能力 还有网络的一些免通信 来保证实验过程度的顺畅更简单 所以通过了不同的这些团队的分工协同 最终呢 我们每个的团队里面 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 打造出更好的腾讯CI 那么在技术上面来讲 我们也做了很多思考 就什么样的技术 能够让大家可以共同参与 并且协同的更好 所以我们呢 也看到了很多一些案例 比如说加一份的代码 工程的代码直接的开放出去 那么一大坨代码放出去后 我相信也没几个人愿意的更立协同 所以在腾讯CI早期的时候 我们就考虑到了技术的 这些分层设计的一些理念 所以我们在 我们把整个的这个 扭水线的这个服务呢 我们把它分层的核心服务和扩展 插进包括调度 我们把这部分的内容的话 在技术前面来讲的话 分层设计了 核心和调度是CI的基础 这一块呢 我们一般呢 写完代码之后 一份就不会经常去变动 这样子能保证整个CI的 整体系统的稳定性 那么另外呢 我们把扩展跟插进的生态 来开放出来 让更多的 研发同学来参与协同 这样方便的定制他们的制成需求 再有什么好处呢 可以让它开发 低成本的参与的协同开发 在社区生态上面呢 我们也做了一些插件生态 建立一些灵活的插件框架 语言 我们做了 Nodex 我们可能会采用一些架化跟勾当 那么这样子可以做到的 能开发同学的冷冷藏鱼 那么他们利用了我们的框架之后呢 就可以去洗跟研发效能有关系的插件 所以这样子来讲的话 大家都有一些idea 就可以快速的在 在兰顿的这个研发商店上面 然后可以快速的去落地 所以我们在 腾讯内部短短的半年的时间呢 我们的插件生态的裂边式的发展 已经覆盖的 有700以上的左右的插件 开发者有560多个开发同学参与 代码提交到大概有4万多了 所以每个插件呢 不仅开远 我们还建立一些协同的方式 说做到了大家的 基于了插件的代码 可以自己呢 可以去定制 以及参与进去的协同 就这样子的话来讲 整个生态 就慢慢慢慢的开始了起来 那最后呢 在社区的生态上面 版本管理呢 其实也是一大技巧 我们在维护 程序的内部 以及开源设计 以及投资的版本的时候 其实呢 作为一个开发团队 维护了多少版本呢 始终呢 会带来的维护成本高 但一旦呢 后期的时候呢 版本迭代的速度比较快 而且呢 功能的话来讲 比较多的情况下 如果进入到 来维护的阶段的时候呢 那么后续的演进 多版本的时候呢 就容易造成不可持续 所以呢 必然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就开始 规划了一些统一版本的思路 这其实在腾讯内部呢 项目当中也是很少有 那么我们呢 再将腾讯的内部呢 以及呢 社区外面的开源呢 以及给到我们投资公司 去用的一些版本 我们最终的时候呢 代码都统一成一份 这样子的话大大的减少了 在需求管理 以及的版本开发的这个 迭代的成本 所以这块的版本整合呢 其实我们也投入了很多时间 但是我们觉得是辞责的 现在呢 我们的团队 其实呢 做了这样的版本统一之后 那么在整个的 在版本的这个统一上面来讲 我们统一放到一份 它给它HUB上面去 这其实也是在对内跟对外 保持一份版本 这样的话就可以做到开发 就用一套版本就可以了 以至于呢 内部用户 以及的跟外部的设计用户 大家都可以一起参与进来 去共建腾讯西安 所以也希望呢 大家呢 如果感兴趣的同学呢 也可以呢 欢迎关注跟加入了 腾讯西安的自己协同 好 今天呢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